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达老师的达语文课堂 今天咱们讲作文 那么其中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很多关于写作的技巧类的问题 对吧 如何突破 包括选材 审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将总结一下 对于在我们小学高年级所遇到的作文类型 或者我们说考场作文类型当中 有哪些题材是值得我们去研究 值得我们去考察 甚至是值得我们去准备一下的 对吧 有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考前的作文的准备不是说去背一篇作文 我知道很多小学的老师啊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说好 这次我们这个小这个趋同考 好的 那么可能作文是这三篇中的一篇 好的 那么大家找一下这三篇 好 然后呢 写一个非常好的作文 然后把它背下来 到时候出到哪一篇你们就考哪篇 我觉得就是相当相当相当不负责任的 如果说我们的写作从小学就变成这样的话 那想想你的初中三年 高中三年 你的写作该有多么的痛苦 甚至我们要知道高考谁让你准备 你有十篇二十篇可以背的范文吗 没有 你到中学 你写作仍然是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说在现在我们的准备不是让你被现成的 哎 完整的文章 而是说自身对它的一个内容主题有所了解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啊 我们已经强调过了素材材料和题材的不同 那么我们知道材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对吧 只要是你经历过的啊 看到的这个世间万象都可以作为材料 但是素材是你经历过的或者稍稍整理过的 但是题材是什么 你处理过以后 你处理过以后呢 怎么样 你处理过以后 可以放在作文中在作文中体现出来的内容方面 我说是题材 所以啊 它是直接跟你所要写的内容有关系 跟你所写的主题有关系 所以啊 这个常见题材突破是大家可以去准备的 来 我们具体看一下 那么在之前我们的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小神出的真题也好 模拟题也好 还是我给大家出的题目也好 那么其中我觉得在作文方面啊 我会有这三点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第一个是成长励志类 第二个是情感道德类 第三个是审美鉴赏类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不同的老师的嘴中 或者是这个教餐书中 或者是这个啊 这种啊 密集啊 方案啊 这种当中 这种分类方法都不一样 对吧 有的人觉得啊 我可以分成六种 有的人觉得我可以分成十种 什么什么的 但是无所谓 大家怎么分类都可以 但是关键你要知道 这每一类当中都有什么 或者啥叫成长励志 啥叫审美鉴赏 你是要搞清楚的 是吧 来 咱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考场作文常见类型 第一个 成长励志类 大家仔细想想自己之前写过的作文 你们也写了不少作文 对吧 成长励志类 成长就可以作为一个话题 是吧 以成长为话题 成长快乐为话题 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励志类呢 比如说勇敢 这一次我勇敢的面对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写一件事情 是不是啊 等等的 比如说在这个其中 理想与信念 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比如说我的梦想 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都是作文题目嘛 对不对 信念之类的 坚持自己的立场 坚定信念 什么什么的 还有什么 勤奋与坚持也是会考察到的 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啊 并不是我说在这里写出来 勤奋与坚持 就是以勤奋为话题 或者以坚持为话题 并不是这样哦 哎 是要搞清楚的是 你写的内容是跟勤奋有关系的 跟坚持有关系的 比如说勤奋有关的 大家举个例子啊 哦 我读书很用功 是不是啊 啊 我要我写 要小达老师写的话 我就会回想起我高三的时候 怎么样 我在这个 因为我们不能出校园嘛 对吧 哎 在校园一个昏黄的灯光下 已经是大半夜了 我在那看书背历史 背政治啊 哎 因为那时候回到宿舍 反正大家也是吵吵当闹的 该洗漱的 该玩耍的 都在那玩 你也看不进去书 我就说啊 晚自习过后呢 怎么样 我就在这个路灯下 我多看一会儿 我看个半个小时 我再回去 大家就差不多该睡了 也就不用吵闹了 是吧 哎 节约更多的时间 啊 现在回想都会被自己感动啊 所以说这是跟勤奋有关的 但我可以说它不是以勤奋为话题啊 它可以说我的高三岁月啊 是不是 可以的 坚持为话题的啊 比如说四千里的长跑 三千里的长跑 我坚持把它跑完了 嗯 最后哪怕名字不好 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好样的 是不是 可以的 好 第三个 自信与乐观 比如说站在舞台上 啊 这是一个话题 对吧 你就可以想想自己自信光彩的一面 对不对 还有乐观 遇到困难 不害怕 遇到挫折 不害怕 对不对 第二个 情感道德类 情感类 我觉得大家写的特别的多 比如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人啊 对吧 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老师啊 亲爱的爸爸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呃 甚至你可以说 最为感动的一个陌生人啊 最熟悉的陌生人啊 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写到 道德类的就更多了 是吧 啊 见义勇为 识境不昧 对不对 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 来看一下 爱父母 爱亲人 爱朋友 爱老师 这不是我刚刚说到的啊 对不对 爱朋友的友谊之情也是经常会写到的啊 还有呢 第二个 爱集体 爱祖国 爱社会 爱人类 这是啥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爱呢 可能是比较 爱我们说小的爱 第二个爱是大爱 比如说我爱我的祖国 对不对 我们经常会说 哎 甚至会让小学生开始写 想这个中国梦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什么中国梦争文启示大赛 是吧 哎 我有人给我发过这样的作文 所以啊 这个大话题怎么办呢 也可以化成小话题来写 每个人的梦都是中国梦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有看到这样的题目 嗯 爱集体 爱社会啊 爱人类等等的 第三个是审美奸赏类 啥意思啊 你觉得如果说成长力之类 写事的 好 情感道德类 你看老师朋友什么写人的 你觉得这一类该写啥了 写景非常棒啊 有的时候在审美类 暗美美美嘛 景色多美 景物多美 对不对 比如说欣赏一个书籍等等的 还有欣赏风土人情与风俗文化 还有景色啊 一年四季等等一系列的 都可以包含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 我去玩了泰山 对不对 黄山 然后我去了九一山 还去了乌镇等等 一系列都可以写进去 游记类的 所以你看 如果小杨老师我本来细分下来的话 你们觉得 哦 小杨老师你还说的真没错 我这几个我好像都见过 或者都听你讲过类似的这个作文题目 是不是啊 哎 那你就觉得这爱这种分类还算是靠谱的 是吧 至少我可以稍稍想一想 哪怕说好 这个爱基地爱祖国这一类 好的 我整体画掉 我不看 嗯 我就看自信乐观啊 等等 我觉得特别容易考到的 我就准备一下下准备什么呢 就回想一下 跟这个主题相关的 自己经历过的 或者听到过的 书本上的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材料 我们上次说过的材料 直接材料 对吧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间接材料 比如说讲到这个勤奋与坚持的时候 哎 什么坚持就是胜利 或者很多名人说过什么 勤奋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灵感 等等之类的 对不对 哎 所以说像这个 这个细小的转接材料也是可以准备的 是不是 所以说平常我们应该就多留心 总结一下自己所经历过的 做类型 好的 那么今天我不仅仅要告诉大家的是 好 这几类我们怎么准备 或者是这几类我们该怎么做 更多的我会讲一讲 哎 一种归纳法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啊 大家脑瓜一定要淋漓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某一件事情 对你印象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的印象特别深 或者你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 或者这个事情真的是在你的这个生命 中啊 这个有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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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中啊 他说是怎么说 就是在你经历过的这个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 哎 根本没有办法忘记 印象非常的深刻 怎么样 很多话题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一个人 对吧 很多话题都可以用 不仅仅就用一个人 一个方向 你可以把它延伸到各个方向 因为你了解这个情形 你懂得它 对不对 好的 咱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 以最美为话题 上次我给大家出的题目啊 对吧 而且被怎么样 广州的小生出洋排赛 哎 就是洋排赛 就是洋城排位赛啊 洋城排位赛考到的啊 最新的考题 就是以最爱为话题啊 我之前的作文课有讲过这个题目 那么如果想到这个 你觉得你能想到什么呢 最美 我们如果话分为那几类的话 其实很多都可以想到 是不是 很多都可以想到 你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 最美 这个美的概念就有具象的 有抽象的 对吧 我可以说风景可以很美 对不对 啊 这个人可以很美 这个事可以很美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品德很美 是不是啊 哎 你这样的话 你发现ABC 刚才我们分的三大类 全都可以考察得到 是吧 来 咱们看一下 以最美为话题 成长力之类 大家可以写什么 嗯 来看看 最美的老师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啊 比如说 最美的老师 他在关键的时刻 鼓舞了我 鼓励了我 对不对 哎 他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 一语点醒我 让我能够更加勇敢的 更加努力的往前走 是不是啊 啊 又会想到高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 想想一考试 考得不太好 心情就会特别郁闷 怎么样 赶紧去找老师 我当时可喜欢找老师了 啊 就找 找一个老师 我聊一会儿 哪怕他没有跟我聊 特别正经 就没有正儿八经的跟我说 啊 你这个卷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都会觉得 我的心情怎么样 舒缓了 我这个心情 也是 疏解开来了 是吧 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最美的老师就是这样的 是吧 好 那么 情感道德 你觉得 可以写什么呢 情感道德 最美的 女孩 好的 怎么写呢 情感道德 比如说 最美的女孩 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的同桌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帮助你 而且她会告诉你 你哪里有什么问题 你作业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好 你不应该跟老师紧嘴 你不应该跟那个男孩吵架 她都会非常可爱的 像天使一般的去劝解你 能不能写 可以的 或者 哪怕这个女孩是个陌生人 嗯 你是旁观者的角度 看到这个最美的女孩 为老奶奶撑伞 搀扶着她过马路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她是助人为乐的天使 她是最美的女孩 可以的啊 好来看一下审美奸赏类 最美的什么呢 最美的音乐 行不行 可以啊 你喜欢肖邦 你喜欢夜曲 你喜欢这个 呃 类似各种各样的 这个名家 或者你哪怕就说 你喜欢王力宏的某首歌 对吧 啊 我今天还专门 在这个嘉养会里说到这个 王力宏今年要出新专辑了 是吧 然后我就当时觉得 哦 好好听啊 你的爱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你的爱是唯一 想要坚强的理由 就好像是这样的 反正句好听 真的特别好听 好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 同一个话题 我放到不同的类别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文章 甚至我都想开一个课 叫做 一个话题 成千上百篇文章 完全可以的 一个素材 成千上百篇文章 完全可以 相信我是可以的啊 好的来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如果以收藏为题目的话 你写一篇文章的话 你会怎么写 现在大家看到了 以收藏为题了 题目是不能改的 你的这个字文纸上的题目 必须是两个字 什么呀 收藏 你不能改 什么 收藏的好处 美丽的收藏 不行 不能改 收藏 好 接下来往下写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大家首先会讲到的是 健保 是吗 你就觉得 这不是古董的事吗 对吧 我收藏点钱币啊 收藏个邮票啊 收藏个陶瓷啊 什么什么 对吧 这样你的言界就太小了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导致你最后写不出来了 你要在最开始审题利益的时候 把这界面放大 收藏 好的 这个地方收藏啥意思啊 我们一般收藏什么东西呢 美好的东西 对吧 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东西有什么 什么都有 人 事 井 都有 哪怕是回忆 记忆 都有 啊 所以你这样一看啊 这界面非常大 那么你就可以从中找一个角度 写一个你最擅长的文章了 那么到底能写什么呢 大家自己也稍稍思考一下 我们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来吧 呀 谢谢观看